大家好,今天是12月12日 回到明報Busher 埋伸激的時間 這個星期美國有很多焦點 美國會加息 預期加0.5的FOMC議息 是星期四的凌晨 明天就會有CPI的數據 再加上這個星期 美期就結算 接著就轉為3月 我們今天和大家去看看蠟子 我們看到蠟子叫做反覆上落 自從上個月 11月10日出了CPI之後 爆了上來之後 最高做到12118 衝不穿之後就反覆上落 目前來說 鎖住在50天和150天線上 暫時鎖住了 今個星期就會出FOMC 大家知道星期四 預期就加0.5的 明天就會是CPI數據 看看CPI數據的會不會回落 再加上星期五就是四毛一 美國就會結算 開始會轉為3月的了 轉為下一年3月的期貨 暫時來說 垃圾達克指數一如預期 都仍在Wing上面 我們後市怎麼看呢 暫時應該要等到CPI的 甚至乎我們 如果你現在去做的話 你都應該是繼續向上看 希望它可以突破150天線的 現在暫時來說 其實上個月抽完上來之後 基本上是橫行的 可能是世界盃的關係 暫時市場比較靜 但是在技術面上 我們一定要跌穿50天線 跌了下去 我們才能夠再追蹤下去 否則的話它還是頂著 看看周線 我們看到周線 下到200week 你見到其實 在很早之前 大概是在 10月左右 下過接近250week 之後再回到 現在能夠守住200week 仍然都不能夠看到它太淡 只不過它不太動 在這裡橫行了四個星期 看看這個星期 出了數據之後 CPI FOMC 甚至乎期結之後 那個納子 會不會有機會再進一步向上 暫時叫鎖住了 但是值得留意的就是 只要你仍然都還在守著 200week 仍然都還在守著 在50天線以上 我們後市仍然都會有機會 看上去 直至穿了50天為止 就是這樣 好嗎 暫時就 你在這些水平 比較難做些的 你等到CPI數據 可以比較清晰些 那當然 抽穿上面的頂 你要follow上去的 就是這樣 好嗎 今天就這麼多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留言給我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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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